最后一周上课,其他有关像我刚刚有提过的 第七个单元,Pandas,这个很重要 如果有信用 还有Excel的档案如何处理 不是只有CSV 不过我是觉得,倒不如干脆你就是输出CSV 然后丢给Excel,再交给VBA处理就好了 因为后来发现,只要在Excel里面处理 这样用VBA比较简单 用Python不见得占得到便宜 除非你一定得要用Python 不然之后我觉得,你看VBA处理一下 反正更简单,这大概我的心得 然后其他还有就是资料库 如果你觉得SQL Live不够用的话 或者是你要跟别人共用 或者是你要把它跟跨网域的等等的 或者跟手机、App共用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资料丢到MySQL里面 OK 然后其他的话,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像Filebase的云端资料库 或甚至其实还可以用Google的云端试算表 来当资料库 是被允许的,只是说那可能要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的 其他还有像Python自动执行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你也可以生用VBA呼叫Python 一样可以 比如说VBA里面的自动执行功能 我觉得比较完整 因为它可以透过有个Application物件的on-time方法 可以决定说你多久跑一次那个程式 或者是说你每天的几点几分跑一次 你只要Esser打开就可以自动run 那run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呼叫那个Python.exe去执行Python的模组 它就会run了 其实它不用执行档 它只要去呼叫Python.exe去run那个Python.py档就可以了 OK 细节 我想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直接看一下 这个部分我是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我发现我之前用Python 自动执行我觉得非常难用 没有更好 后来发现其实干脆用VBA去呼叫它 好像感觉更简单一些些 其他的话如果你还要绘制图表 第12个章节 也就是说像Esser里面绘制图表很简单 同样的在Python也可以绘制图表 概念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你必须用程式去把它 把对应的东西写出来而已 差别在这里 最后的话我们剩一点时间 我们就把06的部分把它讲完 当然第一个 首先这边有个网址 叫乐透云 它里面的话规则是这样 它上面 其实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规则 你大概抓得到以后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料抓出来 上面这个网址 htbs 后面的话你会发现 它有个list 什么lottobbk.asp 特别说 点asp就是一个程式 刚刚是点php 意思说它用php 那个程式写的 点asp是另外 这个一个程式 点asp是微软的 的一个网页的动态的程式 反正就是程式的名称 给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 新的是asx 多一个x 所以这个技术已经出来 大概已经快30年了吧 所以这个server其实应该很老旧了 应该是用iis所架设的 那漏洞还蛮多的 只是说它现在还能活着 反正能跑就好了 反正这应该是ok 那问号的话就是 这后面传什么参数给它 index page等于 意思是第一页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第二页的话 那你这边输入2就可以了 那如果第三页的话输入3就可以了 总共60页的话 所以你只要跑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从1到61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and的第二个参数 old by 等于new 等于new的话是由新到旧 当然new 其实理论上你可以把它改成old old的话就由旧跑到新 有没有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试一下 你们要把index page等于60好了 and 你会发现它跑完了 2004年的3月4号的资料就出来了 ok 然后资料就列出来 然后这特别号 那如果今天假如说我今天换个old new 本来old by 改成old 当然你参数名称不能打错了 old ok 然后它就是60页的话就变成2020了 有没有 意思说由新到旧 ok 所以我们 不过其实我们这个后面old by 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需要改的 因为其实我们 反正就是由新到 由最新的到旧的 然后index page主要是这个 1到60就可以 那我们只需要什么 先抓第一页 ok之后有没有 再把那个参数改成1到60 就全部抓了 ok 所以我们先抓第一 怎么抓第一 反正在上面的网址复制 贴过去之后 跟刚刚的动作是一样的 所以一样用什么 用request 所以你会发现用来用去都是这两个东西 abitableship 然后把网址贴上 贴过来到这边 然后request把它抓过来 encoding等utf8 然后这个都固定的 再来的话后面 我要抓什么东西呢 最重要是这个 我要抓的应该是它上面的table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按右键 这里面的话按右键 从这个一般习惯的话 会在这个表格的左上角 储存格按右键 比较好找 你不要直接在不对的地方找 会不好找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 会出现找table table特别水 那还好 这个网站比yahoo的网页 我觉得还ok一点 因为至少它有一个叫class的名称 名称的话叫什么 auto1杠 style4 那当然一样的 我习惯什么 把这个class Ctrl-C,Ctrl-F 然后寻找一下 它有两个match 所以其实用这个名称来找 会有两个 那理论上应该是 我看下一个在哪里 上一个 这个是 不对 那应该这个是点 所以应该在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双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class 所以你会发现就只有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点 跟那个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理论上只有一个 那我们知道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 这个里面的 我要抓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TD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TD 这个里面的话 TD的名称把它展开来 这个是上面的 栏位名称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抓这个底下的资料 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叫TD 所以就把里面的所有TD 通通抓回来就好了 TD里面的 点TEST的资料 OK 那总共会有三个栏位吧 OK 可是好像它后面有个备注 好像会多一栏 那其实我们要的就前三栏 最后一栏可以舍弃掉就好了 不要抓 所以利用同样这个概念 我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第一个 SP1等于SP.Find 因为只有一个嘛 所以我用点Find就好了 不要Find all OK 然后Table 后面的class名称 就是Auto Style4 贴过来就可以 然后再把这个里面的 所有的TD找到 所有TD的话 特别注意 TD的部分 总共1234 它规则一定是1234 四个栏位 然后再 5678 所以后面我用刚刚类似的方法 我再来的话 后面 我就是从第四个 为什么从第四个呢 因为前面01234 这个栏位名称 前面的这个 上面这个日齐 大乐多士 这个我不要 我只要什么 我要下面的 所以我从4开始抓 到总长度全部抓回来 后面加一个豆点4 豆点4就是 因为四个栏位 所以我就每四个就抓一个 四个抓一个 四个抓一个 OK 然后分别 抓取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 会得到I的话 比如说它应该是 第一个 然后这边是I加1 这边是I加2 理论上后面应该I加3 可是因为是备注 我不要 所以你会发现 我就抓三个知道就好 理论上应该要四个栏位 可是我最后一个不要 所以我就抓前面三个就OK了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其实它有一个固定对应关系 反正你就照这个SOP 写完了 OK 那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东西有没有抓下来 全部抓下来 而且还蛮快的 有没有 OK 只是说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第一个资料没问题 第一个资料好像已经有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年越少一个斜线 不过这个不重要 这个如果要解决自己再解决吧 第二个的话 逗点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第二栏的资料 可是它里面会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中间有逗点 中间有逗点 跟前后会多空白 那空白的话怎么办 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 因为它第二栏 所以第二栏的话 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在 这个是第一栏 这是第二栏 第二栏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点test 在后面加一个点 什么 点replace 你可以用取代 replace的方法 replace 然后replace的话 特别之后 我要把空白 取代成没有 你可以这样子 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像这样执行的话 当然如果你在其他语言 像VBA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在python的话 它就不OK 为什么不OK呢 因为这个空白 特别注意 它是在python里面 它把它当拖曳字员 所以你必须要 但是我那个拖曳字表没有 你可能要自己查一下 空白在python里面 就是这样 反斜线 xa0 这个就是它的空白的 这个内部的编码 那比较特殊 OK 所以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以后的话 特别说 python 空白不是按个空白就好了 其他语言是可以 但是python里面的话 它空白 变成要用拖曳字员的方式呈现 反斜线 反斜线 xa0 OK 不过有些方法 不是只有单一个方法 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方法不OK 反正你可以再想其他的方法 OK 那这样的话 只能够抓第一个page 那第二个page怎么抓呢 其实重点在这里 只要跑个回圈 把这个1 变成2 变成3 变成4 然后抓到东西串到后面 串到后面 有没有 然后最后你甚至可以把东西 这些什么 存成csv 那怎么做 其实跟刚刚有点类似 只是说我这个地方 我特别因为 你要呼叫它 传个参数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制定函数 将来的话 你可以这个地方你就传一个参数给它 然后去run它 比如说你就写 所以哦 这可能要 因为我在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写成一个制定函数 叫做def 后面叫 这个名称自己选 叫loto 就是loto 然后刮胡的话一个p p的话就传一个参数给我 那将来呼叫的话 我就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我在这边的话 就是直接传什么 传一个i过来就可以了 i的话实际上就是1到60 所以我这边是1到d点61 OK 那中间这一段特别注意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 只是说上面是一个制定函数传过来 那传过来之后的话 底下的部分都一样 就是王子 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把这个p带过来 比如说它传1过来 然后那个1就带到哪里 带到这里来 跟有没有 王子这边串 串的话呢 是前后用加号串 然后记得哦 因为带过来的那个资料是数字 有没有 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一定要string有没有 把它转型 转成一个文字 所以啊 带过来它这个1给你 然后带到这边的话变成1 然后用前后算以后 跟这个王子串 所以呢 indage page等于1 它就帮你抓1的资料 回来了 然后抓到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也有一个return returns就是把抓到资料 return回来给我 所以这边的话就有一个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 再丢到哪里呢 丢到s2里面 s2就是s2等于s2 自己本身 再加上刚刚它return回来的东西 所以s2上面是先一个什么 栏位的标题名称 然后呢 再先第一页 然后在第二页 再串第三页 再串第四页 一直串到六十页 这样子的话 最后呢 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因为呢 如果你串完之后 print看到没什么意思 所以最后的话 我就把它怎么样 fw等于open 把它怎么样 输出成一个 loto的一个.csv档案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所以其实程式没有多少 只是说 我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写成一个自定函数 然后我就呼叫它 传1到60的 夜数给它 那就把1到10的资料 分别return给我 然后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最后的话 写到csv 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前面有些都讲过 所以我这细部就不再赘述了 OK 我们最后来看结果好了 OK 所以这个应该 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以前的话 哇 60页你要弄多久 像我的一整天 一个早上都在弄 那个网页的资料 每天就Ctrl C Ctrl V 然后隔天又做一样的事情 隔天又做一样的事情 我说你 你该把它学个爬虫算了 你事情就搞定了 所以要是我是老板 我想说 你工作为什么也太浪费 这个资源了吧 你这个 我如果找一个会写爬虫的人 把那些每天在做那些事情的人 通通工作拿过来之后 那些人可以把它 release到别的地方去吧 不过好像没地方可以帮他去的 那他能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真的也可能是个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 你公司要竞争嘛 对你没有 你没有竞争力的话 你不会这些东西 那公司也活不下去 老板也赚不到钱 对不对 不然每天 其实人事成本是最花钱的 所以如果可以找一个会写程式的人 去取代那些每天重复做事情的那些人的工作的话 那其实可以真的 第一个 大大节省人事成本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大大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率 有没有 OK 所以其实真的是 那有什么缺点吗 人家会被员工骂吧 这什么 无良还是什么 黑还是什么 现在老板都被骂了 惯老板就是 还是 这个是类的 OK 好 反正最后我们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run完之后 理论上呢 他就一直跑 也就是说把1到60个page 统统都把它串在一起的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在把它丢出一个csv档 所以最后的话 理论上那个loto.csv档 就出现了 不过 这个档我刚刚已经开启了 所以他 他那个permission 他这边出现permission 就是因为我把它打开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写入了 OK 所以这个permission permission就是他的 因为我有开这个档 好 那你会看到最后结果 就是上面就是 总共呢 日期第一栏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总共有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就全部都下来了 Ctrl向下 看一下 总共有1789列 等于是88笔资料了 所以 大乐透 开到目前为止 总共开出了1788期 那哪一个号码开出最多呢 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Essale里面就可以了 用Countif就可以了 Countif的话就可以统计说 哪一个号码 历年能开出的机率最高 后来我其实统计出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 在底下的话 其实我有把最后的结果列出来 也就是说 最常开出来的号码 第一个号码就8号 41号 31 36 1 11 2号 所以等一下下课 如果经过投注战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仅供参考而已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再去稍微算一下 或者说哪一天哪一个号码开出 当然不一定说全部 你可以哪一天 什么情况下 开出来的号码是最高的 也许可以动态的 就是可以当成报名牌程式 是不是 OK 我们重点不是在那个上面 我们重点是如何快速的取得大量的页面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历史资料 它就是一个网站 它的规则其实大部分都是长这样子 这个就是传什么URL参数 这个方式的话一般就是叫GET GET的方式 不过以后如果你看到另外一种 就是上面7块 它没有传参数 为什么它还可以动 第二种方式叫POST POST POST的话就是它隐藏在里面 那参数的话是看不到的 叫POST POST 那个部分的传参数也是 其实也可以抓得到 只是说难度又会比较高一些些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延伸再了解一下 POST的这种传参数方法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我刚刚讲的 主要是在 刚刚的这个 0606里面 这个网址 其实规则还蛮简单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 我刚刚没切 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比较重要的就是我抓到的 是Find Table 这个Auto Style 4 然后里面所有的TD 另外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那个空白 Repress 它的空白的那个 就是推置源就是反斜线线 XA0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你要取代空白 取代不了的话 那你记得就是这个推置源 OK 比较特殊 那所有页面的话 就是可以1到60 我写一个制定的Function 然后Run一下 全部的大乐透资料 就通通下来了 这方面的网页很多 我是建议 最好是可以实际上操作一下 多找这方面的网页玩玩看 如果你多跑一些这些 我想应该你会越来越成熟的 而且你将来要抓取资料 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